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充满活力与能量的频道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见面 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个非常令人振奋和激动人心的主题 那就是从6月30日开始,6个生效的财运将会大爆发 这对于许多朋友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无论你是热切期待着自己未来几个月的财运 还是只是好奇这些生效的运势变化 这段视频都将为你带来无限的惊喜和宝贵的启示 我们深知,财运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不仅关系到我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更影响着我们未来的规划和目标 因此,我们精心准备了这期特别节目 希望能够通过详细的介绍和分析 帮助大家更好的了解和把握即将到来的好运气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 我们将详细解析从6月30日开始的6个幸运生效的运势变化 这些生效分别是 生效马、生效兔、生效鸡、生效龙、生效猴和生效猪 每一个生效都有着独特的性格特点和命运走向 而在这个特别的时刻 它们的财运将会迎来前所未有的高峰 我们会逐一为大家揭示这些生效在未来几个月中的财运走势 并提供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和方法 帮助大家最大限度地抓住机会 迎接财富和好运的降临 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 提醒大家准备好笔记 确保不会错过任何一个重要的细节 因为这些信息不仅是预测 更是能够切实帮助你提升财运 改善生活的有利工具 无论你是对于命运的玄妙感兴趣 还是希望通过科学的方法提升自己的财运 这段视频都将为你提供丰富的信息和指导 那我们现在就赶紧开始吧 揭开这段充满希望和期待的旅程 看看这六个生效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如何迎来它们的财运大爆发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探索财运奥秘的奇妙之旅吧 首先让我们揭开今天的主题分享 从6月30日开始财运大爆发的六个幸运生效 这段时间对于这些生效来说 将是一个充满机遇和变化的时期 我们会逐一介绍每个生效在这一阶段的财运情况 并为大家提供一些提升运势的实用建议 希望通过这些信息 大家能从中获得灵感 更好的迎接即将到来的好运和财富 我们首先来看看生效马 属马的人通常热情奔放 勇敢坚毅 喜欢冒险和挑战 具有领袖气质和无畏精神 这些特质使得属马的人 在人生道路上总是充满活力和激情 然而 过去一段时间里 很多属马的朋友 可能会感觉到生活和事业上的阻碍和困境 似乎一切都不如意 甚至有些灰心丧气 但好消息是 从6月30日开始 情况将会发生明显的好转 这个时候 属马的人将迎来财运大爆发的时刻 事业上会有新的突破 之前的困境将逐步得到解决 无论是投资 工作还是其他方面 都会有意想不到的好消息传来 热情和勇气将是属马的人 在这个阶段最重要的品质 只要你敢于面对挑战 就一定能迎来财运和事业上的丰收 特别是那些之前在工作中遇到瓶颈的数码朋友 这段时间你们会发现许多困扰已久的问题 逐渐迎刃而解 你的努力和坚持将得到上司和同事的认可 可能会迎来升职加薪的机会 此外 如果你在寻找新的投资机会 这段时间也将是一个极好的时机 大胆尝试新领域 将有机会获得丰厚的回报 与此同时 输马的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 也会有很大的进展 你的热情和领导 才能会吸引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合作伙伴 他们的支持和帮助 将为你的事业发展提供更多助力 在家庭方面 你的积极态度和无畏精神 也会感染到家人 家庭氛围将更加和谐 在这个充满机遇的时刻 输马的朋友们要记住 保持积极的心态和坚定的信念非常重要 不要被暂时的困难所吓倒 坚持你的梦想和目标 你会发现成功就在不远处等待着你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挑战 勇敢地迈出那一步 你的财运和事业都将迎来辉煌的时刻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生肖兔 属兔的人机智灵巧 温顺恬静 待人友善 善于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 心思细腻 这些优点让属兔的人 在职场和生活中 总是能应对自如 游刃有余 无论是面对紧张的工作任务 还是处理家庭琐事 他们总能展现出令人钦佩的耐心和智慧 然而过去一段时间里 很多属兔的朋友可能也面临了一些不顺和压力 可能是工作上的瓶颈 或者是生活中的烦恼 令他们有些力不从心 从6月30日开始 属兔的人的财运将会出现显著的提升 这个时期 属兔的朋友们会发现自己的事业和个人生活 都会有很大的改善 对于那些有机会把握财运的属兔人来说 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时机 你们的智慧和灵活性将是打开财富之门的钥匙 尤其是在职场中 属兔的朋友们将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顺利与高效 你们的能力将会被上司和同事看见 并且得到应有的认可和赞赏 这可能会带来升职加薪的机会 在工作中 属兔的人应该利用他们处理复杂人际关系的天赋 积极与同事和上司沟通 建立更牢固的合作关系 这样的努力将不仅帮助你在团队中脱颖而出 也能为你带来更多的合作机会和资源 在这个过程中 你的细腻心思和独到见解将会成为你赢得信任和尊重的关键 在生活方面 属兔的朋友们也会迎来一个更加和谐美满的阶段 你们的家庭关系将会更加融洽 伴侣和家人对你的支持也会更加坚定 在个人理财上 属兔的人应当把握机会 进行合理的投资和理财规划 这个阶段 你们的财运不仅仅体现在收入的增加 还可能会有意外之财降临 比如投资回报 或者是长期努力的项目 终于见到成效 总的来说 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 保持积极的态度和行动 将会为属兔的朋友们带来更多的财务和事业长就 这个阶段 你们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灵活应变的能力 不断寻找和抓住机会 积极行动 迎接命运的馈赠 记住 你们的机智和友善 不仅是你们的优势 更是你们成功的法宝 勇敢地迎接未来吧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你们的努力一定会结出丰硕的果实 三鼠鸡的人精明能干 外向热情 勤劳务实 善于规划和组织 有很强的责任感和上进心 这些特点使得鼠鸡的人 在工作和生活中 总是充满活力和希望 无论面临怎样的挑战 鼠鸡的人总能以乐观和积极的态度去面对 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取得成功 从6月30日开始 鼠鸡的人的财运将迎来显著的上升趋势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 鼠鸡的朋友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将会遇到贵人相助 这些贵人可能是你的上司 同事 甚至是一些意想不到的人 他们的帮助和支持将为你打开新的局面 带来更多的机会和资源 你们的智慧和努力将在这个阶段得到充分的发挥 并且带来丰厚的财富和机会 鼠鸡的人天生就具有很强的责任感和上进心 这使得他们在工作中总是能够承担更多的责任 并且愿意为了目标而付出额外的努力 在这个财运上升的时期 不要害怕承担更多的责任 因为这些责任将是你们走向成功的重要阶梯 你们的勤劳务实和卓越的组织能力 将帮助你们在事业上获得显著的提升 无论是职位的升迁还是项目的成功 都会让你们的职业生涯更上一层楼 此外 鼠鸡的人在处理复杂的任务和项目时 善于规划和组织的能力将显得尤为重要 你们可以通过详细的计划和有效的执行 确保每一个环节都能顺利进行 从而达到预期的目标 在这个过程中 你们的领导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也会得到极大的体现 为你们赢得更多的信任和支持 在财务方面 鼠鸡的朋友们也将迎来一段丰收的时期 无论是通过工作收入的增加 还是通过投资理财的收益 你们的财务状况都将得到明显的改善 这个阶段 你们可以大胆尝试新的投资机会 或者是继续深耕已有的财务规划 只要保持谨慎和智慧 就一定能够获得理想的回报 鼠鸡的人的外向热情和善于交际的特点 也将在这个时期 为你们带来更多的人脉和机会 你们在社交场合中的表现将会更加出色 通过广泛的交友和建立关系网 你们将能够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和合作伙伴 这不仅有助于你们在事业上的发展 也将为你们的财运带来更多的助力 总的来说 从6月30日开始 鼠鸡的朋友们将在工作和生活中 迎来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期 只要你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优势 积极把握每一个机会 不断努力和进取 就一定能够在这个阶段获得显著的成果 无论是事业上的提升 还是财务上的进步 都会为你们的人生带来新的辉煌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鼠鸡的朋友们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迎来更加美好和成功的未来 接下来是威风凛凛的生肖龙 鼠龙的人雄心壮志 自信而有魅力 追求卓越和成功 常常扮演引领者的角色 他们总是充满了无穷的动力和激情 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 都能够展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坚定的信念 鼠龙的人天生具有强烈的进取心和非凡的勇气 常常能够激励身边的人共同进步 从6月30日开始 鼠龙的人的财运将会大增 事业也会顺风顺水 这将是他们实现梦想和目标的绝佳时机 在这个幸运的时期 鼠龙的人只要坚持和真诚 就一定能够获得丰厚的回报 你们的自信和魅力将会吸引到更多的机会和资源 这些机会可能来自于你们的职业发展 投资项目 甚至是一些意外的机遇 无论是在事业上的晋升 还是在财务上的收获 都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好时机 鼠龙的人在工作中 往往充满激情和活力 他们不怕困难 敢于迎接挑战 这个时期 你们的领导能力和决策能力 将会得到充分的发挥 你们的远见着实和果断行动 将会为你们赢得更多的信任和支持 在团队中 鼠龙的人将会成为不可或缺的核心人物 带领大家一起克服困难 迈向成功 在投资方面 鼠龙的朋友们也会迎来一波财运的高峰 你们的洞察力和判断力 将帮助你们发现更多有潜力的投资项目 无论是房地产 股票还是其他类型的投资 只要你们能够充分运用自己的智慧和经验 就一定能够获得理想的回报 记住 保持冷静和理智 合理分配资源 才能够在风险和收益之间 找到最佳的平衡点 此外 鼠龙的人在社交和人际关系方面 也将迎来新的突破 你们的魅力和自信 将吸引到更多的贵人和朋友 他们的帮助和支持 将为你们的事业和财运 带来更多的主力 在这个阶段 不妨多参加一些社交活动 扩大自己的交际权 你会发现 很多机会往往来自于意想不到的地方 总的来说 从6月30日开始 鼠龙的朋友们将会进入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期 你们的雄心壮志 自信和魅力将会为你们带来无尽的财富和成功 只要你们坚持不懈 保持真诚和坚定的信念 就一定能够在这个幸运的时期里 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财富和成功就在眼前 鼠龙的朋友们 加油吧 相信你们的未来将会更加辉煌灿烂 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生肖猴 鼠猴的人聪明伶俐 活泼多变 善于应对各种变化 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和创新精神 他们往往机智灵活 能够迅速地抓住周围的各种机会 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优势 鼠猴的人天生充满好奇心和冒险精神 他们喜欢挑战新事物 并且在面对复杂和多变的环境时 总能有任有余的应对 从6月30日开始 鼠猴的人的财运和整体运势 将会显著提升 这将是他们展现自己聪明材质 和灵活应变能力的重要时刻 在这个阶段 鼠猴的人将会发现自己的聪明材质 和灵活应变能力 将会带来事业和财务的成功 无论是新的工作机会 还是投资机会 你都能够灵活抓住 并将其转化为实际的财富 这个时期 鼠猴的人在职场上 可能会遇到一些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或项目 但这正是你们展示自己才能的大好机会 通过充分发挥你们的聪明材质 你们将能够找到创新的解决方案 从而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同时 鼠猴的人天生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 不怕面对各种变化和不确定性 这样的特质在6月30日之后 将会变得尤为重要 因为这个时期的变化和机遇将会非常频繁 你们灵活多变的性格 将帮助你们迅速调整自己的策略和计划 以适应新的环境和条件 这种能力将为你们带来更多的机会和惊喜 使你们在事业和财务上取得显著的进步 在财务方面 鼠猴的朋友们也将迎来一个非常有利的时期 无论是通过新的投资项目 还是通过现有资产的优化管理 你们都能够找到增加财富的方法 聪明和灵活应变能力 会使你们在市场中发现更多的商机 并能够迅速抓住这些机会 转化为实际的财务收益 不要害怕变化 因为这些变化 将会为你带来更多的机遇和惊喜 这个阶段 你们的财务状况将会有显著的改善 收入增加 财富积累更加顺利 鼠猴的人还善于社交 能够轻松地与各种人建立联系 在这个运势提升的时期 你们的社交能力将会成为一大优势 通过广泛的人脉和人际网络 你们将能够获取更多的资源和信息 这将有助于你们在事业和财务上做出更好的决策 积极参加社交活动 扩大自己的交际权 将为你们带来更多的合作机会和支持力量 总的来说 从6月30日开始 鼠猴的朋友们将在事业和财务上迎来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期 你们的聪明才智和灵活应变能力将是取得成功的关键 只要你们能够保持积极的态度 勇敢面对变化 并灵活应对各种挑战 就一定能够在这个幸运的时期里 取得显著的进步和成就 无论是在事业上还是财务上 鼠猴的人都将迎来辉煌的未来 尽情发挥你们的潜力吧 成功就在前方等待着你们 最后 我们来看看生肖猪 鼠猪的人天生财运好 温和善良 性格温厚 待人真诚 他们往往已成待人 容易赢得他人的信任和好感 鼠猪的人有着平和的心态和豁达的胸怀 他们喜欢帮助别人 也因此在社交圈中积累了不少的人脉和资源 这些特点让鼠猪的人在职场和生活中都能处理得游刃有余 朋友变天下 从而为自己的事业和财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6月30日开始 鼠猪的人的财运和事业将会明显上升 这段时间里 鼠猪的朋友们将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好运和机会分支踏来 在工作方面 你们会发现自己的努力得到了上司和同事的认可 工作表现出色 晋升和加薪的机会大大增加 你们的勤奋和敬业精神将为你们赢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更高的职位 从而带来丰厚的收入和更稳定的财务状况 在财务管理方面 鼠猪的人也将迎来丰收的季节 你们不仅能够通过稳健的投资 获得不错的回报 还可能会有一些意外之财 比如奖金 分红 或者是其他形式的额外收入 这段时间 你们的财务状况将变得更加宽裕 可以考虑进行一些长期的财务规划和投资 比如购置房产 购买股票 或者是其他有潜力的理财产品 通过理性而有策略的财务安排 鼠猪的人将能够实现财富的积累和增值 在这段时间里 鼠猪的人通过努力和战略性思维 将会吸引到更多的财富和机会 无论是工作上的晋升 还是财务上的增长 都会有显著的进步 你的善良和真诚 也将为你带来更多的人脉和资源 助你在事业和财务上更上一层楼 你们的待人真诚和处事公正 将会为你们赢得更多的朋友和合作伙伴 这些人脉资源 将是你们在事业发展中的宝贵财富 此外 鼠猪的人在社交活动中 也会表现得非常出色 你们天生具有的亲和力和温和的性格 使你们在各种社交场合中 都能如鱼得水 通过积极参与社交活动 你们将能够结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和贵人 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将为你们的事业和财务 带来更多的主力 在家庭生活方面 鼠猪的人也将享受到温馨和睦的氛围 家人的支持和理解 将让你们在追求事业的道路上 更加安心和有动力 总的来说 从6月30日开始 鼠猪的朋友们将在财运和事业上 迎来一个非常有利的时期 你们的善良 真诚 温和的性格 将为你们带来更多的机遇和资源 通过努力和战略性思维 鼠猪的人一定能够在这个阶段 取得显著的成就 无论是工作上的晋升 还是财务上的增长 你们都将获得丰厚的回报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鼠猪的朋友们一定能够迎来更加美好和成功的生活 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分享了 从6月30日开始 财运大爆发的6个生肖 马 兔 鸡 龙 猴和猪 每个生肖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 只要能够把握住机会 就一定能在这个幸运的时期里 迎来财运和事业上的双丰收 当然 生肖预测只是一种参考 我们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来提升运势 正如经书所说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易如电 英作如世观 出自于金刚经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世间的一切都是无常的 如梦似幻 我们应该以平常心对待一切 不为外物所动 才能真正兴望自己 如果你希望提升自己 兴望自身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 调整心态和行为 保持积极心态 积极的心态有助于吸引正能量 增加好运 设定明确目标 明确的目标能够引导你的行动 让你更有方向感 勤奋努力 没有什么比勤奋和努力 更能改变运势的了 坚持不懈地追求目标 二 提升个人能力 不断学习 通过学习新技能和知识 来提升自己 增加竞争力 锻炼身体 保持健康的身体状态 可以让你更有精力 面对挑战 提高社交能力 广泛的社交网络 可以带来更多的机会和资源 三 风水与环境调整 家居风水 整理环境 保持家居干净整洁 有助于流通好的气场 布置财位 在家中的财位 放置滤纸 猜神像等极小物 促进财运 办公风水 座位朝向 确保座位背后有靠 前方开阔 避免背对门口 办公桌整洁 保持办公桌整洁 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和运势 四 善用极小物和符咒 佩戴极小物 根据自己的生肖或星座 选择合适的极小物佩戴 如皮袖 红绳等 使用符咒 请专业人士开光的符咒 可以随身携带或放在家中 办公室中 增加好运 五 行善积德 帮助他人 行善积德不仅能带来心灵的满足 还能积累福报 转化运势 参与公益活动 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贡献自己的力量 增加正能量 六 保持良好习惯 早睡早起 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 保证充足的睡眠 健康饮食 合理饮食 保持身体健康 适度放松 在忙碌的生活中 找到适合自己的放松方式 如冥想 运动等 七 利用自然力量 接触大自然 多进行户外活动 接触大自然 吸收自然的正能量 养殖滤脂 在家中或办公室养殖一些滤脂 可以净化空气 增加生气 通过以上方法的综合运用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运势 迎来更好的生活和事业发展 正如经书所说 三世一切佛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皆从念诸德 出自于阿弥陀经 所有的佛陀 都是通过专注修行而成就的 我们也应该坚持不懈的修行 才能够真正兴旺自己 希望这段视频对大家有所帮助 能够为你们的生活 带来一些启示和指引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未来的更新 我们致力于为大家提供更多 关于生肖运势 提升个人运势 以及丰富多彩的相关主题的精彩内容 你的支持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意见和建议 让我们知道你们的想法和需求 我们深知 大家对于财运和运势的关注 不仅仅是出于好奇 更是希望通过勒解这些信息 能够更好地规划自己的生活和未来 无论你是希望找到提升财运的方法 还是想了解更多关于自己的生肖特点 我们的频道都会持续为你提供实用的建议 和深刻的分析 帮助你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有所进步 此外 订阅我们的频道 不仅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最新的视频通知 还可以参与到我们社区的互动中来 我们会定期举办一些有趣的活动和讨论 邀请大家分享自己的心得和经验 通过这样的互动 你不仅可以获得更多有用的信息 还可以结识到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起交流和探讨 共同成长和进步 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 你们的每一个点赞 订阅和评论 都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肯定和鼓励 我们会继续努力 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内容 希望你们在我们的视频中 找到乐趣和实用的信息 让每一天都充满希望和动力 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 我们下次再见 祝愿大家财运亨通 事业蒸蒸日上 生活幸福美满 期待在下一期节目中 与大家继续分享更多精彩内容 请记得 成功和幸福永远属于那些勇于追求和不断努力的人 让我们一起携手前行 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 感谢大家